年前被我放弃的前男友杨阳告白 为什么这个男人被你放弃了 现在你又来向他告白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人 然后我想跟他说 杨阳 我爱你 我再也不会放弃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来说一下怎么回事 杨阳他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多久 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毛病和缺点 让我特别不能容忍 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没有责任心 没有进取心 还有就是他特别特别的不成熟 但是跟他说了很多次之后 他真的都没有去改 所以当时就很也很难过 也很痛心的跟他提出了分手 然后两个月前 我和他又一次重逢了 当时是我和我那会儿的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你后来又找了是吧 对 我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叫袁庆 然后我当时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碰到杨阳 我发现他变化特别特别大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变化 真的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他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成就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变了 真的是变得像我 理想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然后我觉得 我对他的那份激情 那份爱又重新地找回来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 我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变好了你有功劳吗 变好我觉得是因为我 因为你啊 对 为什么 两年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特别痛苦 他就打过电话跟我说 如果我不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有什么自杀的倾向 所以我就把他约出来 我就跟他说 除非有一天 你真的能做到成长 你真的有责任心 你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在体面地回来找我 然后在上次我问他 你是因为我而改变的吗 他告诉我是的 那如果没有遇见杨阳的话 你还会跟袁庆在一起吗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我没觉得有什么 就好像很诧异的样子 你心里很强大 我不行 我觉得我和袁庆 你就是说起这个分分合合的时候 你脸上很平静 就像在超市里面 挑完这个 挑那个 挑完这个再挑那个 我就这种感觉 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人不可以太贪婪 也不可以太自恋 有个成语叫建一丝千 知道吗 有可能是杨阳有给他 再次相逢时候的暗示 我们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可能是他让这个女孩 又燃起了希望 又燃起了他心目当中 那个对他原来前男友的 一点点的爱慕 问题是他应该燃起吗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 好吗 如果随随便便 谁都能这样燃起的话 那婚姻啊 什么爱情啊 道德啊 我们全可以扔了 他就是骑驴找马 就是吃了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要不要就不是爱杨阳 西装隔离了 有了小公司了 有点钱了 你才爱 这个完全不可以 归咎于物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 在了一条件就还不错 而且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就是想找 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你追求那种完美情人 根本就不存在 你看谁完美 比较一下 然后你就挑那完美的 这叫见义思迁 移情别恋 我们说一句非常实际的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 追求更高更强更好 而我们的这个亚兰呢 她心目中完美情人 就是杨阳 但是她认为的完美 是完全沉浸在 自己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 又高又帅又有钱 而且又要成文 又得懂事 又得有事业心 又得有上进心 这些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 这个就已经完美到 不已经存在了 这样就完美了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 对不对 她有缺点 但是她的缺点 当时那个阶段是致命的 比如说她没有上进心 是问 哪个女人 允许自己的男人 没有上进心 还有一点 你追求完美情人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是吧 如果每一个人都每天奋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不太正常 但是我 所以我能这么揣色吗 您的爱人是没有上进心的爱人吗 我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 普通不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喜欢过平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圣女 为什么她会剩下 就是因为她总是见一丝千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亚兰心中追求的完美情人 不是关于袁庆 也不是关于羊羊 是她心中那个自己描述的画面 她在追求画面当中 不断地迷失自己 什么袁庆羊羊 其实都是她的台阶而已 我们所说的逻辑问题是 你总是因为一个人的缺点 而跟她分手 因为一个人的优点 跟她结合 然后又因为一个人的缺点的改变 又跟她结合 这就好像成为了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呢 把自己当成一种买卖 这种买卖不是物质 而是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是是不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因为羊羊而跟袁庆分的手 这就有问题 你不尊重袁庆 为什么你只要揪着袁庆不放 我们就是为袁庆打包不平 怎么了 我就是不爱她了呀 不爱她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姑娘你是爱你心中那个 自己画面 自己创造的一个完美形象 无论她是羊羊也好 袁庆也好 还是每个庆 你是爱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概念 两年前 青刀女孩亚兰与杨阳严情相识 而后 情投意合的杨阳与亚兰相连 由于杨阳不求上进的生活态度 让亚兰最终失望 提出分手 等你实验有成以后 你再来找我吧 几个月后 亚兰接手了一直悄悄暗谈的袁庆 可是随着了解的深入 袁庆用了不懂的生活情调 让亚兰的运气渐渐心灰意外 前不久 亚兰和袁庆约会时 偶遇羊羊 之前不安事事的羊羊 现在 已经蜕变得成熟稳重 并且事业小有成就 亚兰心底的爱心之火 被羊羊再次点燃 亚兰一定 自己追寻多年的梦中完美爱人 终于现身 随后便与袁庆提出了分手 今天 亚兰来到节目现场 要跟心中的完美情人 羊羊大胆告白 那么 曾经被亚兰抛弃的羊羊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她的告白吗 我想问一下 你心目当中的完美情人 是什么样 高大 帅气 有自己的事业 谁有 他们俩谁有 都有 谁好一点 羊羊 你确定她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她有女友呢 她没有女朋友 我问她了 我亲口问她 我问她了 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啊 如果羊羊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她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她怎么能不来 问题就出在这儿 听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她今天就不来 你怎么样 她一定会来 如果她来了说她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 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 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她真的那样 那 那她爱谁呀 如果羊羊和元庆都来了 杨羊说 他 他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他 我要过来呀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有人会经常主动 找到我们 懂吧 再加上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元庆和杨羊都来了 杨羊说 虽然你激励了他 有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他已经有女朋友 而元庆说 他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件事情 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 我亲口向杨羊证实过 我问他你有没有女朋友 杨羊他亲口 告诉我 他摇着头告诉我 没有 我只是跟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一起倒数我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四 三 三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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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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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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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多穿衣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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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清楚的知道 他爱元庆哪一点 他爱元庆 爱他这一点 所以说我给他们的祝福 就是元庆 珍惜你和他在一起的 每一天吧 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元庆 我觉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但是我希望 被胎的日子 在你的人生中只有一次 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很悲惨 元庆 如果自己的羞辱 如果自己永远不把曾经受到过的羞辱 如果自己永远不把曾经受到过的羞辱 和痛苦当回事的话 那我只能说这个人并不是包容 不是执着 而是好了伤疤忘了套 我不想从前 好吧 老师我还想说一句话 你还想说什么呢 假的 就说你哪天又想不开 被我走了 我还是会等你回来 好吧 带着你迷路的小女孩回家吧 好吧 祝你们幸福 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亲人 完美的婚姻 而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亚兰 从小就被恶心教育 一定要选择各方面都优秀的男士 才能考虑作为婚嫁的对象 寻找完美亲人 成为了亚兰恋爱最大的障碍 然而就像元庆告诉亚兰一样 两个人能一生陪伴 才是完美的爱情 其实爱就在亚兰的身边 希望她能好好珍惜 因为相爱的人 待到风烛残年 繁华落尽